它要么就是半圆弧线向回 然后进行打击 要么就是这个手半圆弧线向外 把对方云开进行打击 在上期我们讲了太极拳中的向心力和离心力 很多小伙伴纷纷反应 非常受益 那有的小伙伴就来问题了 行异拳中的向心力和离心力是什么呢 像为什么我们的钻拳似水啊 例如我们钻拳搭上手了 对方的这两个点撑着我们 我这个手想进对方顶住 我进不去 这个手想进对方撑着我们 我们也进不去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够借用身体的劲 这个手后退 这个手向前 一个向心一个离心 这个是往外开的 实际上对方的中线已经被打开了 但是呢 我们这是走离心力 这个是走向心力 然后如果我们再想做的话 我们利用身体反过来 这个手走向心力 这个手走离心力 就把对方打击进去了 所以钻拳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都没有向前的劲 因为对方堵住了 它要么就是半圆弧线向回 然后进行打击 要么就是这个手半圆弧线向外 把对方云开进行打击 所以它能够画力的最根本性的原因也是 我的两个手都是在走一个 这个走一个向心的半圆 这个走个离心的半圆 反过来也行 这个走离心打对方 这个走向心把对方带过来 是吧 这样也可以 所以两个手都在走半圆 大家仔细看看这些动作 包括我们做批拳也是 刚刚我们是在平面上的向心和离心 批拳可能更好理解 当我们两个人搭上手 我想这样批 批不动对方 而且对方会改变我的方向 然后打击我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手离身体太远了 对吧 我切不上身体的劲 所以很多朋友 大家想咱们现在练的批拳 这个咱就不多说了 你第一离身体太远 第二你这个劲太直 那你打拳定要先上身 你想借助身体的劲怎么样 那你必须要走一个向心地 那身体不就靠近手了 你想手上发出身体的劲 那你身体必须靠近手 是吧 身体必须靠近手 到了这种程度了 那我这个时候身体催手 再走一个离心的半圆 对方就很容易发出去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这是个向心 当然他向心的时候 就可以击打了 半圆向心 然后再半圆离心 所以行一拳的起钻落翻 大概也是这个 所以我们行一拳 其实最核心的 也是一个向心力和离心力 向心是把对方收进来 离心是把对方放出去 你不向心借不了身体的劲 你不离心 对方不会受伤 但是大家想 咱们现在这些初学者 可以这样练 但你的向心和离心去哪了 你都是直着往前推 你会发现 这个东西 大家之前是按照这种练习方法 它没有向心离心 你怎么把向心离心 练到你的批拳上 练到你的钻拳上 甚至练到你的三体式上 你怎么办 大概率上 你只能放弃你以前的东西 按照新的思维来练 你不能让你帮助 我保证你帮助 你帮助 你帮助 你帮助